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移款向到国家银行官员的银行户口 以协助调查 洗脱罪名 索性男子机制没有照做做 才避免坠入了这场骗局 新生怨恨的前主员将两人的照片以花揭幕 变成卖淫传单 车头罩等等 女事主甚至接货 骚扰电话 询问一夜存销的价码 欢迎收看八度空间华语新闻 我是主播叶嘉信 那个两个星期前 一决降低就业保险计划缴纳率后 中总今天表明 虽然不反对政府保障失业员工福利 但质疑 每个月0.4%的保费依然过高 希望政府再下调缴纳率 同时应当成立一个 由政府和劳资双方所组成的 三方委员会管理资金 避免滥用投保费 欢迎收看八度空间华语新闻 我是宋阳 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语出惊人 这次甚至动员要让整个中央政府停摆 特朗普星期二放狠话 强调兴建美国墨西哥边界围墙 势在必行 他绝不退让 并将矛头指向民主党 形容他们是名副其实的破坏者 让美国暴露在危险中 晚上好 欢迎收看八度空间华语新闻 我是哲慧 来关注下一则国际新闻 12年来最强台风哈维 重创美国德克萨斯州 带来毁灭性破坏 一直铁齿否认气候变迁的总统特朗普 如今可说是焦头烂额 承认重建之路将是天文数字 并会尽全力让国会批准救灾拨款 不过当前政府必须解决的 是救灾中心很满为患的问题 晚上好 欢迎收看八度空间华语新闻 我是主播余景秀 旅居我国的大熊猫 信心亮亮和幼崽暖暖都是八月份受新功 国家动物园今天特别嘴办了家庭生日派对 这是暖暖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在我国和爸爸妈妈一同庆生 这是因为动物园即将送暖暖回中国 为了确保运输过程顺利 动物园已经开始研究细节工作 确保万无一失 晚上好 欢迎收看八度空间华语新闻 我是明成 我国东运会选手越战越有 今天无论是体操 练球或空手道项目 不断传来揭曝 惊喜连连 至于全国关注的羽毛球 我国女团也成功闯入决赛 他们接下来将迎战泰国 我国羽毛球女团 能不能借助东道主的优势 明天在主场封后 全国秉息以待 语言的奥妙在于灵活多变 有些字或词 无法用三言两语就解释清楚了 荷兰一名画家就利用水彩 挥出明信片大小的纸卡 通过五彩缤纷的画面 来解释生死背后的意涵 新闻最后 一起去看看这些有趣 而又富有同趣的生死卡吧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树萱 祝您晚安 再会 晚上好 欢迎收看环球透视 我是泽慧 我是汉阳 那么今天的环球透视呢 我们来聊一些比较轻松的课题 我们聊电影 电影《战蛇2》呢 在大陆上映后便声势如红 票房至今已经飙升到52亿人民币 也就是大约30亿马币 这部电影也成功地入围了 全球票房电影排行榜 可以说是战功赫赫 同时呢 那个自编自导的吴阿金 也迅速成为了网红 民间呢 对于续集的呼声也十分之高 但就在这个时候呢 吴阿金却提出了 要吸引一段时间 暂别演艺圈的消息 所以说我们今天的节目 就特意请到了吴阿金 来一探究竟 我们欢迎他 欢迎欢迎欢迎阿金 你们先不要吵 我现在正在祷告 我竟然可以拿到52亿的票房 真是太感谢观众了 而且你知道吗 其实这个战蛇 那个战哦 其实他打错字了 我不是要站准的站 我是要站起来的站 你知道要怎样站起来吗 就是这样子站起来的啦 战胜 可以看到吴导演非常 我们可以看到吴导演 今天也是非常地亢奋 对呀 52亿耶 我们就来进行我们的采访 吴导演 你不接我将对吧 吴导演想请问 想请问 外界是流传说 你这次吸引啊 暂时退出电影界呢 是因为你想专心锻炼身体 陪伴嘉丽人 对你觉得我锻炼我的腿 锻炼得怎么样 是锻炼得很好呢 你看 这个就是时尚的飞毛腿 而且吴导演真的是训练有素 对对对 来你们一起把你们的脚抬下 我们看谁的脚比较长 所以我想请问吴导演 我跟你讲 因为接下来我要筹牌一套新戏 然后这个新戏是要看脚的 你看 来来来来 你的脚先抬上来 你的脚先抬上来 你不要演我的戏吗 你的脚先抬上来 我先请问您 您对您的星座有怎样的期许 能先告诉我们一下吗 我的星座啊 星座啊 我星座是处女座 新的作品有怎样的期许 新的作品 什么好新的作品 就是要看脚的 你不要给我看脚 快点 原来看脚的 原来 这个素材非常的有创业 第一次听到 有创业说是看脚的电影 我跟你讲 其实我要开拍战神山了 战神山我这次不会再打错 因为我的战是要站起来的战 站起来 你懂吗 我还可以看到 吴导演的新作品 真的是十分的令人期待 所以我们要被一起站起来 站起来 对了 站起来 他可以做到男主角了 真的很好 你不要做环球透视了 你真的 我们期待吴导演呢 更多在电影街上 更加令人震探的作品 也感谢您收看 本期的环球透视 我们下期再会 晚安 欢迎收看环球透视 你好 我是齐斌 我是舒玄 齐斌啊 问你一个问题 是否现在农历七月 我们俗称鬼月这个日子 对 我们父母那辈总是会有 烧金纸啊 烧纸扎皮这种习惯 对啊 那你觉得这个习惯 到现在还有必要吗 我认为如果对于我父母的那一辈来说 阿公阿嬷那一辈 他们是觉得必要的 而且这些行为是一定要有的 所以说对于我这个年轻人来说呢 这些步骤啊能胜则胜 就好像一些烧箱啊 我们甚至可以用成电子箱来代替这些东西 没错 这就是现代年轻人呢 普遍会有的一个想法 但是啊 这些想法呢 不知不觉 也把一些传统记忆给弄得流失了 嗯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就是我们的主题 我们请到了 我们来自 我们的白纸师傅 他是一个来自马六家 然后南通的纸闸店的老板 欢迎白纸师傅 黄白纸师傅你好 嘿有你们好 你好你好好潮啊 是啊没错 下雨时并进嘛 不然这行业怎么发展就下去 没错那这就是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了 嗯 来吧 除了刚刚我们提过的年轻人习惯简单化这些习俗之外 你有没有觉得还有什么原因造成这个纸扎叶的流失或没落之类的 你说什么造成这个纸扎叶流失 除了年轻人习惯简单化这些习俗之外 是的 我觉得其实最主要是因为不够潮 那些白纸 对 所以我带了一个新的产品给你们看 对了在这里 在这里我 因为我们的白纸是很出名的 所以我特地做了这两个名卡 要献给你们 所以我就 好的谢谢谢谢 不客气来我帮你们带上 好谢谢 不是你要录出来 因为这个是百开水 OK好 白纸师傅说 这是百废 谢谢你 所以白纸师傅您是走在时尚的 这个尖端吗 对对对对 你看我的纸扎你就知道我有多么的潮流 对吗还有这个 因为没有办法我其实是一个文字彬彬的少女 那为了费尔时代潮流 吸引年轻人加入这个行业的话 我必须要做一些东西 对然后我要告诉你们这个指甲使用方法 就是你们可以起来 没关系 就是你们就是关于 这些好康部门 不是你要抵立一下他才会抬起来 会这样子的 我们抵立一个问题 好好来问一下 这样的话我们那些 我们知道中国是不是有一些烧LB包包 汽车等 我有点肚子痛不能 LB包包 不行我们要杜绝这种文化 可是您刚刚说就是想要很潮流 潮流跟奢侈是不一样的 这个观念大家要搞清楚知道吗 那我想请问你们自己平时有没有纸扎 有没有自己买这样的东西 很小耶都是我爸爸妈妈 你可以买了售在家里面 你可以买了售在家里面 真的蛮好看的 我觉得真的不错 如果价钱合理的话我会考虑 你真的会考虑吗 对 谢谢你 你看带我来上这个节目就是好 然后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不如我们问你问题吧 就是如果你要传授那个 这个制造这个紫扎 紫扎人给年轻人的话 你愿意吗 我当然很愿意啊 你们多介绍一个顾客给我好不好 这个我还忘记介绍我的产品 还在多拉美貌 多拉美貌 好的美貌 我们细数说吧 这个纸扎燕呢 有这个供应 有失的现象 对 忘记介绍这个纸扎是我的新产品 这个纸扎引起的现象 我们可以把这个美好的传统 继续流传下去 所以我们也感谢今天的白痴师傅 愿意配合我们的采法 感谢你的收看 还有对观众说晚安 下次再会 祝你们有个美梦 天黑了请闭眼 狼人请睁眼 哇 大家好 欢迎收看 旅游Gaki 我是锦统 我是锦绣 我们今天带大家来到什么地方呢 这个地方好可怕 它叫狼人村 狼人村 没错 最近风靡一时的狼人山 它呢就宣起了一股热潮啊 所以这个狼人村呢 就变成大家的旅游景点 对 那引来的大批的旅客呢 对这个村子到底有什么影响呢 我们来访问我们的林兔兔村长 走吧 好的 现在站在我们旁边的呢 就是林兔兔村长 村长你好 你好 欢迎 你好你好我是兔兔 村长好可爱哦 村长想请问你一下 为什么狼人村会有这个名字啊 因为顾敏斯狼人村就是有很多狼人啊 兔兔你要看我的狼人吗 暂时先不用 那我们先问一问哦 就是 因为听说有个传说 所以才会有狼人村这个故事 那请问这个传说是怎么一回事呢 你要狼人杀吗 因为狼人杀 被很多 我们的村民很多 被很多这个狼人杀掉过后呢 我们就跑出来很多狼人 所以我们的村主越来越多狼人 所以就变成这个狼人村 所以现在我马上叫我的这个狼人来 给你来看 来狼人过来 狼人 哇 所以 好震撼的狼人群 这些呢都是我的狼人 所以你要看他们可以表演特技 你看这个是像兔子的狼人 7月了 7月跑出来的 而且我觉得狼人们都非常的热情 而且也很可爱 像小狗一样 他在身边 之后的发展哦 可能我不懂那整个村子都会变狼人 因为我可能会被咬 我不懂我几时会被咬的 看来村民都非常热情哦 被咬了 冷静一点 所以感觉整个村的这个戏剧的张力还蛮大的 如果大家有兴趣要来狼人村一探究竟的话呢 欢迎大家来狼人村 是的 所以在这里再跟大家分享 其实这里只是一个传说而已 就是其实这个狼人呢 他后来呢也得到一个自止啦 就是我们发现呢 就是引气是可以伤到这个狼人的 没错 所以大家也不用害怕会受到伤害哦 对对对对 所以最后呢他们是在这个村呢 周边围起了这个引线呢 这样子狼呢就没有办法再进来了 所以呢今天呢就带大家来看看 这个狼人村有多么疯狂 如果你想要看看就是狼人杀的那个氛围的话 欢迎你来到这里 欢迎下来我们的旅游家记 最集就到这边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拜拜 好 欢迎收看八卦嘎鸡 我是明成 我是宋陽 我们是八卦嘎鸡 宋杨啊 为什么我们会在这个体育馆 接受那个直播现场啊 为什么我们会来到这里呢 是因为这里太多的民众 来到我们这里 要看一位非常有名的人物 而且他是帅哥 要不要跟你说先 他在这一届的东运会 获得仰面金牌 而且呢 他的外形酷似韩星啊 有身高一八一 简直帅气 爆表啊 是的 他帅到我们连我们男生啊 都羡慕啊 我很想要啊 如果是女人啊 好 这样子我们是不是应该 请他来接受采访呢 是的 我们就话不多说 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 Vilson Sim 哇 你看粉丝们 旁边的尖叫声这么大声啊 来跟粉丝们打个招呼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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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烦的访问我 好 这样我们先恭喜你在 最近的东运会当中 获得了两面金牌 但是我们想 非常遗憾的是 为什么你只强调两面 减少哈 不是我们想了解的是 你在一千五百米当中 为什么没有夺得第三面啊 第三 你叫你来拿啦 你们这些 文桃你们这些记者 就这样子哦 你们每次到处觉得 其实两面 在英文里面要加S了 算多了对不对 对 啊 对不对 对不对 还可以哦 不过在这里我有一个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游泳的冠军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妈妈肚子里面的时候 在我们出生之前 我们每个人都是游泳的冠军啦 看来Vilson Sim 真会说 笑话 看来他在妈妈还没出生之前 他讲话 我妈妈出生了 你还没出生 但是我还没有出生 我妈妈还没有出生的话 就没有我 懂吗 对对对对 在妈妈怀着你的时候 还没有怀你的时候 还没有 那一上那还没有怀的时候 我想请问一下记者 有一个尝试问题 请问什么过程中 我是在游泳第一名呢 你解释一下 因为你游得非常快乐 这样简单 所以你现在拿来养个 我是以什么的身份 游得非常快乐 这个要问你爸爸了 我问你 好的 是的 我知道 现场的观众都非常的 非常的仰慕你 直接问问题 对对对 那话不要讲太多 对 您被他们称为小鲜肉 OK 你对这个的称号 有什么感想 对不对 我非常的讨厌 因为我觉得 你们要看的是我游泳的技术 而不是我的小鲜肉 对对 你们为什么觉得我的肉很鲜呢 你吃过吗 没有哦 你喜欢新鲜的吗 我当然喜欢新鲜的 我喜欢 不过小时了 我喜欢古老肉 哦 OK 看到Vill生信 不喜欢Vill生信 这个小鲜肉 这个称号 所以呢 我不是喜欢Vill生信 对 对对不想小鲜肉这个称号 对 看来 所以我们叫他帅哥就够了 不过我想问啊 你觉得你跟我谁比较帅 我觉得你比较帅 因为你是Vill生信 好 我觉得你这样子的回答一点讽刺 不过不要紧我留给你ENDING 好好好 感谢Vill生信 接受我们八卦卡基的采访啊 希望他未来在东京奥运会 可以取得更多的奖牌 是的 如果你想继续了解Vill生信 更多的详情 就继续留守我们八卦卡基 我是宋阳 我是明成 再会 拜拜 拜拜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今天美食卡基的主持人 我是嘉兴 诶 等一下 我今天的搭档Rio呢 Rio呢 你有看到他吗 嘉兴啊嘉兴 我们大老远来到了冰城 到底要说美食可以吃呢 我现在肚子真的很饿 诶 你不说我也是 我肚子也是很饿诶 可是我们来到冰城呢 就是要介绍美食 今天我们就是要跟所有的观众呢 介绍冰城出名的卤面 以及福建面 请问是冰城哪里的卤面 还有福建面呢 Rio你不知道没有关系 我今天告诉你 你是出名在冰城信州桥的 信州桥什么地方 啊 信州桥你不知道啊 没有关系 信州桥呢 世世代代已经有75家 信州 而且是福建人的家庭居住 而现今信州桥 已经成为各国旅客 前来观广的地方了 原来是信州桥 我听我朋友说呢 信州桥路口 有一家非常好吃的面当 是有两名非常热情的阿姨 来开档的 虽然档口老旧不起眼 但是生意非常的好 因为他们的福建面和卤肉面呢 下面要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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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小丽小姐 周小丽小姐 阿姨 我想请问呢 我想请问呢 我的汉地金面里面 你经营了多少年这个生意 还有为什么当初会要经营这个生意呢 当初为什么要经营这个生意啊 是这样哦 因为我那个姓周桥 阿姨你肚子饿吗 蛤 要不要我吃我下的面啊 为什么要经营啊 为什么要经营啊 因为很多人喜欢吃我下的面哦 原来如此 所以我就要吃爱你们有女朋友 你们有男女朋友 阿姨你有女朋友吗 周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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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稍后再告诉你这个问题 我跟你讲 你没有男朋友 你就是卤蛇 卤蛇就跟我的卤面一样 越卤越香哦 周小姐 想请问你一下了 你觉得你的卤面特色在于哪里呢 我的卤面就跟你一样很卤哦 你知道很卤是什么意思吗 为什么 我那个台湾留学女儿跟我讲哦 在台湾 就是要问为什么你的生意会那么好呢 很卤的意思就是 没有男朋友 也没有女朋友 很可怜 所以 老板娘是不是 老板娘 你方便透露一下你的福建面的料理吗 就一点点 我的福建面就是很福建 有福又很尖 所以就叫很福建 福建面 很有创业的答案 难怪老板娘的生意会那么的好 要有 还 要不是 还是蝎 还是蟹我搞错了 对 想请问老板娘听说你的福建面是有增加自己自制的辣椒酱 这是真的吗 有虾啦 好有虾啦 那我先去烧胡锅坑啦 好拜拜 娜娜 事不宜迟呢 我现在肚子也很饿了 好吧 我叫你肚子饿了 不然我们就去老板娘的福建面当去吃吧 好吧好吧 各位观众朋友们 我们的吃获咖啡节目就到了尾声 下星期一样有我Lyo 还有 有我嘉兴 一起主持的吃获咖啡 我们下周再见